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我刚开始玩到他这个游戏开始 我就非常热爱这个游戏 如果你对于你这个职业认真负责的话 你不光需要在一天八个小时的正常训练中 去完成你的训练 你还需要在你的可能打引号的课余时间中 做出比如说对录像的研究 那可能如果加在一起 一天你的工作量大概有个十二小时左右吧 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我经常在想 我这辈子能不能就这样一直打到的 上手特别快 就是玩什么都很快就能进入别色吧 他能对游戏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解 然后没想到现在就真的做到了这个行业 我真的算是一个梦想实现了吧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 爸妈父母希望我好好学习吧 考个大学当个公务员什么之类的 只有学习里一个孩子 他性格很问候 我觉得我对他的管教严厉 对他这方面是有办复的 就是到初中 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到初中就迷上游戏了 我想你标本游戏了 你不对学习上发展 你这个没有反省 接触到他以后 我开始想做这个 职业选 我开始想成为一名职业选手 以前这个职业 我们做父母的都比一点不能接受 觉得不是一个珍贵渠道 这个事的 就是说09年底 受到以后母邀请 加入以后母 当我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开心 那种我觉得我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那种感觉 然后那一年我变得自信 我的心态由之前的紧张 包括有一点怯场吧 之后变得很稳定 想要拿更多的冠军 参加更多国际的赛事 证明自己 在DK我是第一次和外国人做队友 当时我去DK的时候 他已经成名了 我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人 他改变了我对打职业的 这样一个认知吧 大家就像哥们一样 最后我们那一年的成绩还不错吧 尤其是拿到了WPC和SL9的冠军 虽然最后在TA上 算是一个比较失败吧 在IG我是第一次和新人选手组队 但是我每天能感受到他们对TA的热情 每天一起在进步 在DAC上我们也是拿到了冠军 但是在DAC之后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吧 大家的心态开始都变得浮躁起来 我们的成绩也就慢慢的变得不理想 去年可以说无缘TI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 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低落的 我最喜欢的比赛肯定是西雅图的TI决赛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每个职业选手所追求的吧 对于每一个职业选手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 我从08年开始打职业到今天也是快十年了嘛 独得TI冠军对我来说是我职业最大的肯定吧 我想我坚持这么多年 或者说我坚持到现在这个年纪 一方面是我还热爱这个游戏 一方面是我一直没有拿到那个不朽盾 坚持就是胜利啊 能打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觉得他状态非常好的 都很支持他 对 就是也会去坚持 不会放弃 就是想拿到一个TI的冠军 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 跟他一起去完成这个TI7 跟他的队伍 就TI7一起干 如果我赢得TI 我的爸爸妈妈会非常的激动 非常开心吧 因为毕竟他们也是看着我拼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对家里帮助很大 他也是给他的父母买了 买了一栋非常不错的房子 就是奖金越来越高嘛 他这游戏终于打成功了 我说我现在非常支持 哪个世界关键 希望他们努力吧 真是站在世界最高的领奖天上 为国贞观 我对这个游戏有感情 而且我没有玩过同类任何的游戏 我很享受这样追逐的过程吧 或者说努力的过程 而且我对这个游戏还是持有激情吧 Burning an absolute legend 而且是